3月27日 张欣宇和杰在街头被偶遇 两人感情稳定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两人都穿着灰色外套 和杰戴着红帽子 身上背着黑色包包 两人走路时 和杰双手揣灯 显得十分帅气 而张欣宇则跟在他身后 十分乖巧 两人看上去十分端配 俨然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据网友透露 因为和杰的工作在广州 所以张欣宇婚后帮来了广州 定居在当地有名的富人区 珠光玉景 这个豪宅小区的三月份参考金价 达到了15万美平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高档住宅 张欣宇和和杰的故事 是一综艺节目《起兵神剑》 和杰是张欣宇的教官 节目中因为张欣宇的长发影响任务 和杰帮他剪断了头发 让两人的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当时张欣宇的分屏并不好 但和杰通过接触才知道 她是一位爱护小动物的善良女孩 综艺结束后 两人开始交往 并于2018年8月27日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婚后 他们与有一个女儿 如今已经4岁 去年 网友偶遇张欣宇和和杰 带着女儿去上早教班 如今两人感情稳定 最后也祝他们永远幸福吧